那他的人生義無關使命,如果已經完成了,那這樣就有回歸到這種世界的進度。 那你又說這個是佛教的觀念,但是儒教的觀念也是這樣子。 那儒教呢,雖然是允許我們人世間的不平等,但是呢,這個就是人世間的現象。 所以不平等才是真的平等,所謂世上不起等事,全憑一點真心。 那麼關聖帝君裡面的這段新聞,給我們做了一個平治,做了最好的助解。 那麼世上一定會有各種不平的事情,因為我們這個是相對的世界,紅塵俗世。 但是,那紅塵世間裡面一定會有對待,有高的一定有矮的。 只要你現那個相,那個相就有所謂的分別。 那麼誰能夠把相看到性呢?從相看到性? 那這個人呢,就是開悟的人,就是聖賢人。 哦,現象不二的。 那麼現象不二的道理呢?在儒家講的,就是觀聖帝君的這句話, 是說,世上不起等事,全憑一點真心。 也就是說,每一個眾生,它都存在一個真誠的原點。 用這種真誠的原點,來待人處世。 那麼這樣呢,就是產生了一個平等的世界。 也就是說,雖然你現的相,有可能是原外,有可能是官員。 那麼你是富貴人,富貴人的相。 那我現的是旗幹人,我現的是明明相。 但是呢,我們裡面有一個是平等的,那就是一個真誠的原點。 那這個誠呢,是我們自信的流浪,也就是說我們自信的代表。 那麼這個自信是平等的。 我們可以成為聖人,可以成為我,就是一平的我這個真誠的原點。 那麼你可以成為聖人,你也可以成為神,也是一平的。 這個跟相沒有關係。 跟世間的這些地堡是沒有關係的。 那所以我們要知道,如果你從乞丐身上,看到了它的那個自信的原點,看到了那一點佛性的話, 那麼你就能夠說到,那真正的性向不穩,真正的做到全民一點真心。 那這一點真心呢,你用你的自信把它流露出來。 然後呢,將這個真心呢,付出在你所看到的人事物身上。 那你就做到真正的平等。 那所以說我們說,管世界為親民。 那麼這個,管世界為親民。 我們現在呢,不管說太極,變兩極,兩極,變四項。 已經不要去管那個,為什麼會轉為世界。 世界的這個來由啊,我們大概有一點基礎上有了解。 但是呢,我們現在重點,是要放在如何而完。 好,如果用這個親民再往回來,就親民已經不見了。 那麼在怎麼樣的條件下, 怎麼樣的做法下,我才可以讓這個世界往回親民。 那這個是我們現在,做法實情所應該努力的方向。 那麽國似曾說,他說國者仁自己,仁者心之情。 所以,國家的自亂, 老細於社會之隆污,人心之正義。 那麽同樣,這句話呢,可以了解。 國,我們把它說為,是一個整個世界。 那國呢,是人所累積的。 那國。 那班人,這個啦。 那邊在這邊。 請問,請問,請問,請問。